市長 我想有一個人家 除了一些人格特質以外 那個靈機應變 危機處 也有非常有破靈 有接觸很多 市長 我聽說 我們很多委外的一些公司 因為我們沒有意義所謂的薪資調整 去委外的金額都沒有增加 很多委外的公司可能在明年初 都不再接受我們市政府的委外工作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又面臨113年 我們的總預算已經編列完成了 如果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 我最近聽到 安平區的群運 那個委外民生垃圾 他不收了 但明年初就不收 我們現在只剩下一個月可以去應變 第二個 中西區也是委外給所謂的 泰青 欺運公司 他們也不收了 如果以這種狀況 這兩個區的民間那個民生垃圾 萬一這些民間欺運公司不做了 我們報告局有沒有辦法 因應所謂的車輛跟人力去處理這些民生垃圾 因為我給你簡單報告 應變的方式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我不針對特定的案件 但是以後我們簽這種約的時候 就是說 會把這種所謂的 要變更合約或不續約的時間 從一個月稍微提前 譬如一個半月或兩個月 這樣增加我們應變的時間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針對這個特定的公司 其實他也有在運事業廢棄物 而且他在運事業廢棄物 常常在外面對一般的業者都漲價很多 可是他對於在運這個民生廢棄物的時候 他也要漲價很多 我們會努力來跟他卸上 好 市長 你知道嗎 安平區 因為最近大樓一直在幹 所以安平區的民生垃圾就相對越來越多 如果說以這家親運公司 他們能夠親運的人力 幫我不要說錢 我差就算他的車還有人力 已經噴出去因應安平區 這麼龐大的一些民生垃圾 我們市政府還是要處理 我記得在80年左右 施志明市長當時我們台南市 還沒有環保文化碼的時候 全部的垃圾都往歸人的掩埋場去 後來歸人也不讓我們做 也不讓台南市的垃圾往那邊去堆放 所以施志明市長 就用他們自己安南區的餘溫堆放 而當時台南市所有的民生垃圾 雖然以現在的環保觀點來看 這是不好的 會有土地屋 但是這也是一個應變措施 不然當時的環保垃圾 那個垃圾就已經造成垃圾大 所以市長我們已經大概可以確認 最近我們環保局長 事實上他也一直在周旋 是不是跟這些業者做一個洽談 能夠完成他們在明年度繼續 幫我們環保局來做這些 這兩個區的民生垃圾的清運 但是目前為止是沒有辦法 他們都不願意 我也去跟他們溝通協調 他說那個清運擺出來 我就是你請的賠錢 我幹嘛要去做賠錢的工作 第二個他們還有一個沒有辦法 履約的風險 萬一這個沒有辦法 如期清運這些民生垃圾 他們要遍臉違約的危機 所以一個上會上市的公司 他們不願意做這種冒險的工作 那我反觀我們看到 我們113年度的那個 垃圾違約的清運 其實增加的真的很少 但是就他們每一個月的清運量 已經增加了30% 以這種狀況 你給他們那麼一點點 一點多20萬多 那個100萬 對他們來說沒有辦法去因應 他們賠錢的一個風險 甚至一個履約的風險 所以市長我們今天已經是 11月22號 剩下38天 在明年1月1號 如果他們這兩家確定不親運的 請你想著辦法 中西區安平均的垃圾 何區何首 環保局如何去因應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請環保局來做一個因應 謝謝我們會緊急應變 好謝謝 我們安南區的區隊 市長你有到現場看過嗎 我知道 我知道安南區人口真的很多 垃圾量真的還不少 應該不少不打緊 過去局長 我沒有想到自己換運軌 我們現在那邊等於是一個垃圾山 現在又變成了另外一座的垃圾山 你知道現在我們所有的車輛都沒有辦法去停 你知道嗎 你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更新爐 希望他可以早點上來 我們自己處理的餘運量事實上是不足的 對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 不管是蘇維姐還是很多的議員 都一直在關心垃圾的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整個都吞噴舌 變成車子都沒辦法靠 然後你還要經歷嘛 都可以經歷 然後所有的那個環境真的非常的髒亂 那我一直在強調說 過去人等那個大火 如果發生在安南區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跟我提防說 我們真的是 我們也了解說 我們局長跟所有的各大會 都很認真地想辦法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去想辦法解決啦 要不然你再看 你看現在這個洞口 那整個山的 那在外面靠裡面就看到了什麼 所以我希望各位局長 真的是要發更多的心思 來解決垃圾的問題 因為不單單只有剛剛 所有的中西區跟安平區 我們安南區真的也是有相對的問題存在 的確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每天 那民生熱水到一千噸 一千多噸 可是我們現在處理量 大概只有到那麼多 所以每天都還是有很多的 沒有辦法 一天沒有聯繫 那第二天又來 那這叫什麼 台風來了 那又很增加 而且現在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的區 過去會幫我們協助的一些 回收的一些 垃圾也好 還是說可以回收的一些 物品也好 現在也都沒有辦法幫我們走 再舉個例子來說 現在登革熱 光是清除那些 有些垃圾 就真的要非常非常熱 對嘛 所以說真的是要拜托我們 市府這邊 環保局這邊 看要怎麼樣 儘快把這些問題解決 好嗎 好 我們先議員報道好了 我們先用二倍晶 然後採購新的垃圾車 然後趕快去做一些 一樣的過充 剛剛提到很多大樓 大樓可以用垃圾紙車 住戶就不用 這樣垃圾紙車收運 清潤的速率就快一點 沒有現在市長 我們不是清潤 清潤的效率 其實我們都已經用最快的速度 現在問題是這些垃圾 要怎麼去解決 不是堆滯在我們區內裡頭 對 對這樣子才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啊 你所有的垃圾堆是在那邊 而且甚至在辦公室車輛的旁邊 都是垃圾了 那萬一我們一直擔心的 如果火災的話 那該怎麼辦 剛才會議員講的是 垃圾沒人清潤的問題 你現在講的垃圾處理不到 沒有處理的問題 好嗎 好 謝謝 市長 你這樣的感覺不太對 你如果是用第二一倍晶 去買車輛 我要請問一下環保局長 你的人力夠嗎 你的人力調配夠嗎 基本上明年會有多五十位 對啊 你的人力調配夠嗎 光阿北去要七八台 我還是不期望這樣子 還是希望廠商 所以不是車子的 不是基居的問題而已 人力是很重要的 現在是聰明的人 對不對 就算增加我這個 也沒有辦法依這兩區的基率的人力 不是買車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在跟廠商溝通 好 我們希望他還是可以來替我們服務 其實如果像市場說要買機具 你根本也不用 如果廠商政府不用 你有人力的話 你直接跟廠商租上我們的車 不是更快 就不用去等環保車來 對不對 我們同步評估啦 就市場指示的 這個我們 我覺得這個你要評估一下 好好跟市場做個報告 好不好 趕快在一個月內 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好不好 是